难怪金翁不愿叙血虚竹 你看虚竹被谁所杀 只怪萧峰口无遮拦 虚竹原是少林寺的一位小和尚 他相貌丑陋武功平平 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谁又能想得到 虚竹误打误状之下 竟破了乌鸦子的真龙棋局 前后得了逍遥三老的魅力 由于接连犯下婚戒 杀戒 色戒 注定与扶门无缘的虚竹只能蓄起头发 出任了灵鹫宫新公主之位 上了飘渺风之后 虚竹又钻进灵鹫宫的石洞里 不断参悟石壁上的神秘武学 只练了一会 虚竹的身子轻飘飘的 竟差一点腾空而起 对于此时虚竹的武功修为 金庸给予了一个随心所欲的评价 加上虚竹取了秀丽绝伦的孟姑围棋 麾下有三十六栋洞主 七十二岛岛主 以及灵鹫宫数千较中 虚竹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不过说来奇怪 金庸在新修版的著作里 由提起段玉和肖峰 为何却不愿提起虚竹 要知道的是 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天龙八部能和射雕英雄传串联在一起 虚竹和灵鹫宫都客观存在于射雕时代 笔者认为 金庸之所以选择对虚竹避而不谈 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 在天龙八部的末尾 辽帝一律宏记率领十万铁骑涌进了燕门关 为了阻止辽兵南下 肖峰 段玉 虚竹三兄弟大显身手 他们擒护了一律宏记 逼得辽军退出燕门关 为辽宋避免了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 由于肖峰和一律宏记是结拜兄弟 一律宏记又是契丹人的皇帝 肖峰认为自己挟持了一律宏记 此后没有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只见肖峰捡起地下的两节断剑 内宫运处 双臂一回 扑的一声 就此次枪死在了燕门关上 肖峰虽死 但他临死前 逼得一律宏记立下誓言 一律宏记有生之年 不再踏入中途半步 看到这里 是不是认为一律宏记就此暗喻现状 我们看一看 金庸埋在原文中的伏笔 就能发现蛛丝马迹了 那时一律宏记于千军万马之中 被天龙三兄弟所行 尽管一律宏记落入敌手 但仍傲然挺立 肖峰说道 陛下 这两位是我的姐弟兄弟 不会伤害于你 你可放心 一律宏记哼了一声 回头向虚竹看了一眼 又向段玉看了一眼 肖峰道 我这个二帝虚竹子乃灵鹫公主人 三帝是大理国段王子 陈也曾向陛下说起过 耶律宏记点了点头 注意看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金庸笔下的肖峰 竟口无遮拦了起来 他不仅向耶律宏记 道出了段玉虚竹的名字 还将他们的家庭住址 也一起合盘托出 耶律宏记何许人也 他乃辽国的异国之君 尽管答应了肖峰此生不再踏入中原 可边陲小国大理 以及西域飘渺风 并不属于中原 他若回了辽国 点起兵马 不向大理和灵鹫公会如何 而余文中的耶律宏记 在听了肖峰的口误遮拦之后 的确向须竹看了一眼 接着又向段玉看了一眼 耶律宏记这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 是不是暗示了 他已将段玉虚竹的相貌 牢牢记在心中 便于日后将二人击杀 以却心头之恨 有的人会说了 段玉虚竹身怀绝世武功 岂会惧怕辽兵 首先 金庸的武侠小说 虽然颇有些玄幻神奇的味道 但终究不是修仙小说 甚至还要向真实的历史事件靠拢 其次 耶律宏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而虚竹则是金庸编撰的虚拟人物 二者若发生鸡肋碰撞 活下来的只有耶律宏记了 的确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只要耶律宏记不止周全 击杀虚竹并非不可能 加上灵鹫公的那些教徒 都是一群拍马溜须的乌合之众 倘若耶律宏记真的率领数万兵马 将灵鹫公围了个水泄不通 恐怕那些洞主 岛主以及星宿派较众 早就脚底抹游 溜至大吉 反观段宇就不一样了 他和耶律宏记一样 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加上段宇身为异国之君 王公必是守卫森严 耶律宏记就算想击杀段宇 也远比击杀虚竹困难得多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为何锦庸 不愿叙写虚竹的故事 只因虚竹早就死在 耶律宏记之手 而灵鹫公也跟着虚竹的 灰飞烟面而处崩瓦解